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K的新闻直播间 下面发布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根据2019年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指出 头发问题成为了90后最担心的健康问题top5之一 下面请看现场记者转接的画面 我现在就是很后悔 真的很后悔 我怎么当初不好好睡觉 现在头发一定要光 风险突了 但朋友都找不到 我太难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Tida 想定通过刚刚的小剧场 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一下 突头对于我们90后的严重性 我也是其中一员 突头真的是太可怕了 它对一个人的颜值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 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 就是想根据我做的功课 和一些护发的经验 来告诉你们如何减少脱发 以及如何使用一些妙招来改善我们发际线的问题 可以很好地拯救我们的铺头 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就接着往下看下去吧 首先呢先教你们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来判断自己是否真的属于我们脱发群体 像这样轻轻地拉动你们的头发6到8次 看看呢每次有没有都掉3根以上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恭喜你 你只是正常掉头发而已 就不要来蹭我们秃头的热度了好吗 如果像我一样是有的话 那么你真的得认真的好好看一下这一期视频了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一个概念 脱发呢主要是因为环境和压力等等原因 造成了我们雄性激素分泌过多 比如什么过度熬夜啦 结实减肥啦 还有过度焦虑啦等等 都是造成我们秃头原因的一个罪魁祸首 然而这几点呢都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漂亮妹妹都有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好好睡觉好好吃饭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还是拯救我们脱发的本质 这一点真的镜头前的很多人都已经做不到 包括我也是 但是一定要慢慢开始改善 错误的洗头方式呢也是造成脱发的一大问题 很多人呢在洗头的时候会直接把洗发水抹在我们的头顶 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 洗头呢一定要把洗发水加水打出泡沫之后 再来放在我们的头顶 要不然呢就会刺激我们头皮 长期这样下来就会导致脱发 其实很多人都是知道这一点的 但是因为懒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对不对 但是在我最近头发越掉越厉害的情况下 我终于改掉了这个坏习惯 还有呢就是女生做美甲什么的哦 我家就会留得非常的长 洗头的时候呢稍微不注意 就会很容易化伤我们的头皮 化伤头皮呢就会有一定感染的风险 所以洗头时一定要注意 不要用我们的指甲来抠头皮 一定要用我们的指腹 同时呢一定要记得选择适合自己发制的洗发水 这些呢都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头皮更加健康的方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扎得太紧 或者是过度频繁的烫染等等原因 这些的话呢就还好 只是会掉头发而已 基本上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毛囊 只要停止这种频繁的烫染 这种作死的行为 就可以得到解决哦 如果你的发量呢已经算是比较少了 大概会经常面临这样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接下来的时候 头发会特别容易贴在我们的头皮上 特别是油头和吸软发质的宝宝 一定会更加的明显 脸一下子就大了一圈 这个烦恼是我没有的 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你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洗发水 如果你是吸软发质的话呢 那么你一定就要选择可以让你的头发 更加蓬松的风吟类洗发水 相同的道理呢 油性发质就要选择控油一点的洗发水 像我呢就属于那种比较偏干的发质 所以呢用的就是一些比较滋润型的洗发水 像我自己用的就是飘柔的那一款精油洗发水 虽然它的包装真的不太好看 但是它里面是有那种精油成分的 像在洗头的时候 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洗发水比一般的要更加滋润一些 像发膜啊 护发素的选择也一样很重要 发膜的话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 Panting的那一个 一小瓶一小瓶的那个发膜 洗完呢头发看起来就不会特别的干枯 还是会有一定光泽的 如果有那种比较紧急出门的情况 比如你说哎呀我来不及洗头了 有一个可以让头发快速蓬松起来的方法 就是有那种里面有很多小牙齿的那种纸板夹 算是比较万能的那种 剥开你头顶最上层的这个头发 然后用那个纸板夹呢 来夹住你下面这一层头发的发根 就是在听到嘖嘖的声音之后 就可以松开了 然后再用上面这层头发给盖住 像我今天就有使用这个夹板 那这个夹板我掉在公司了 就没有办法拿过来给你们演示 但是真的非常有用 你的发根会整个的膨起来 一定一定要记得留住最上面的一层头发 来盖在那个卷过的地方上面 不然就很容易面临你的整个头顶头发爆炸的 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们肯定也看过 就是那些明星机场图 他们头顶上的那些这种彩色的夹子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在你头发分界的这条线这里 拿两搓 就是这样给夹住 可能是固定上面久了吧 他的发根这样就分两边给立起来 然后放下之后就明显会要蓬松很多 最后呢来说一说如何解决发际线的问题 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发际线的高低 它会影响你的整体五官分布的一个比例 因为发际线的高低呢 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五官 在你面部分布的这样一个比例 发际线呢主要分为圆形和方形这两种 圆形的发际线会显得女生更加的甜美 所以呢在主流审美上 会认为女生更加适合圆形的发际线 方形的发际线呢比如我这样子的 只要小小的改变一下发型就能够有所改善 最简单的比如说剪一个小刘海来遮住我们的发际线 或者像我这样呢在侧面留两缕半长的刘海 不仅能够遮挡我们的发际线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饰我们的脸型呢 这种刘海或者是我留其刘海的时候 真的完全不会暴露我这种方形发际线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发际线它整个高度的问题 我们呢可以通过最简单的三瓶来判断我们的发际线高度是否正常 如果我们的眉毛最高处到我们发际线的位置 是我们整个脸部的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判定成是一个正确高度的发际线位置 如果是比例过宽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的发际线过高 发际线过高呢也能够通过剪刘海 和剪一些稀小的碎发在前面来起到一个修饰的作用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使用一个拯救我们发际线的神器 发际线粉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发际线粉的话呢也可以用眉粉或者是修容粉来代替 在沾取之后少量多次的涂抹在我们需要填补的发际线的位置就好了 这样看这边是不是马上就比这边好了超级多 它的原理和打阴影其实是有一点相似 最终的目的呢都是为了修饰我们一个脸型的缺陷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尝试过的深发产品 也算是非常有名就是柳乌生发液 我的那个呢已经用空瓶而且丢掉了 它喷在我们的头皮上整个的感觉就是透心良心飞扬 真的是非常建议上课犯困的人能够人手贝利品 我大概坚持喷了一个月的样子吧 通过的地方呢的确是有长一些小龙毛 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如果你们有用过的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你们的使用感受 那么以上呢就是一些我尝试过并且觉得对我来说有用的方法 全部都分享给你们了哦希望能够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内容也可以在评论 或者是弹幕或者是资讯里告诉我哦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给我四连你们懂的 拜拜下次见